曲名人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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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来往下看 就没有问题 我们往下看看到 我們來看看電路的應用 微分方程在 W1當然是必修 在我們CS沒有 不是必修 很重要的一塊就是他們在電路上的求解 解電路 微分方程是可以有很好的應用 所以我們這邊也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在真的開始能夠去解一些電路上的問題 解對電路上的問題是要幹嘛 電路 其實寫電路上的問題不外乎就是要問說 這個電路回路裡面的 I 是什麼 或者是問說 某個component上面的電壓是什麼 大概就是 主要就是I跟V 電壓 這是電壓 然後這個是電流 那我們一般常見的 一些元件主要是三種 一種就是 我們的電阻 我們稱它叫做R 還有電容 然後一個L 電感 就只要是這三種component 我想電阻 各位 比較熟了 那電容 我不確定 電感 可能又更不熟了 所以 一般我們會遇到這三種 元件 在電路裡面 那如果你現在 想要問說 這電路裡面的 電流 電壓 的關係是什麼 你也得了解 電流電壓 在這三個component上面的 關係是什麼 比如說 我們這樣說 你知道什麼叫電流嗎 電流就是 單位 時間 流過某段解面機的 電荷量 對不對 所以電流的單位 這個I 它看的是 單位 時間 比如說秒 通過某個結面 它的 電荷量 多少 庫倫 的電荷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電流的 definition 所以 你這樣的寫法 就會表示說 它可以寫成 q' t 這樣 所以我們是 電荷對時間的 變化 電荷對時間的變化 就是尾分 所以電流其實就是這樣 q' t 那 q 是 電荷 單位是庫倫 有了這個的了解之後 我們接下來看 那電阻呢 你想 我知道 算電流 電壓 那我想 從電壓的角度來看 先看電壓 那對電阻而言 那麼它上面的 電壓 其實你知道 透過Ohm定律 它就是 Vr 就會等於 你的I 乘上 R 其實你知道 電流 就乘上你的電阻 就是你的 電壓 電容上面的電壓 我們有一個關係是 電容上面的電荷跟電壓 Q等於CV 所以你的V就是電壓 電壓等於什麼 就是你的Q除上C 所以我這邊用同樣的符號 這是Q 用Q 所以你的V就是Q over C Q over C 這個是電容上面的電壓 那這個VL L上面的電感上面的電壓 是L的底 I DT 或是L的 I Prom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關係 就是 你這個 這個電容上面 電壓是Q 可是Q跟 這I的關係是什麼 就是 Q的微分 Q的微分 就是你的I 對不對 然後到電感這邊的時候 又會有一個I Prom 又會有一個I Prom的微分 就是電流的微分 所以這次基本上 在電路裡面 我們了解到這三種 常見的 原件 它的電 壓的 表示是 也就是它電流電壓的關係 電流電壓的關係 那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我們就可以 這個東西你認識了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去 去解 跟電路有關的問題 進行 我去看 我去看 你 去看 我去看 我去看